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刚刚杨康 还是因为今年的冬天太冷 我感觉自己的脑子都转不动了 给这个地方写介绍文案这件事 整整花了我一天的时间 找资料不易 求个三连吧 大家好 我是徐公 这次一定点关注下次旅行不迷路啊 我背后这个地儿就是一国驻军司令部就址 一会儿咱们好好逛一逛这 我们看这文保牌子 一国驻军司令部就址 不过里边是单位啊 咱现在不能进去了 就只看看这个房子外围吧 看这椅子不错啊 一会儿咱们待会儿就坐这儿航拍吧 就从那儿飞无人机 我还是站起来弄吧 这也太凉了 找资料废时这件事 也不能全赖在脑雾上 关于意大利远征军 尤其是关于这位司令的历史资料 实在是太少了 太难找了 我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找到了1900到1901年的一些意大利报纸 这两家报纸的名字 分别叫做周日邮报和周日论坛画报 找到这些资料之后 我才算是认识了意大利远征军司令的名字 当时的意大利远征军是坐着三艘战舰来的 这位远征军司令是其中一艘战舰上的军官 文森佐加料尼上校 十年44岁 长这个样子 这些小洋楼应该是他和他部下的办公地点了 在那个时候 远征军从意大利到中国 需要途征的地方包括赛德港 顺道保护一下殖民地的工厂 这战争就可以结束了 等意大利军队登陆中国时 八国联军早就占领北京城了 所以意大利军队基本上没参与前期的战争 不过人家记者没这么写 他们说自己的军队英勇非凡 在战争中大获全胜 无人伤亡 市长 你打都没打怎么伤亡呢 意大利记者还说了 在八国联军打入北京之后 开始大肆抢夺财物 宫殿里大批的青铜器 陶器 橱柜 布料 漆器 兵器 兽皮 基本上都被抢走了 但是我们意大利人 也曾经被外国人吞并过疆土 也曾经被侵略者抢了很多东西 所以我们的人 对战败的清朝是感同身受的 也正因为死 我们绝没有参与这一类的抢夺 你看那些英军里的阿三 还有那些哥萨克士兵 他们看见什么抢什么 简直是太野蛮了 事实上是否如此呢 这份画报里的另一张图片 出卖了他们 这画报里的意大利人 抢了很多石狮子 在运回意大利之前 还要合影留念 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因为意大利人来的比较晚 所以他们没落上抢其他的东西 只捞到了几个石狮子 在他们的眼里 这就叫没抢 这就是侵略者所谓的感同身受了 在1901年 一部分意大利远征军 带着战利品回到了本土 而余下的一部分士兵 则随同驻军司令 一直驻扎在这里 直到二战时才撤回本土 而这司令部的旧址 正是意大利远征军 在天津的遗存 他仍可以见证百年前 那顿鸡贫鸡弱的屈辱史 看到这里的朋友 记得一键三连加关注 和徐公一起独城 一起旅行